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一定要在我和那個鄉下妹之間 做一個選擇 我跟小玉 你竟然把我拿回來 她把我拿出來 所以我現在無家可歸了 哪個地方小, 離我家吧 六哥 美玲來了, 氣客氣客 美玲, 走… 打擾了 美玲, 什麼事? 六哥, 我真的想不出什麼辦法 你…這次無論如何都要幫我 我唯有求求你了 到底什麼事?美玲 美玲 志愿他… 志愿? 志愿他幹什麼? 我昨天看到他還好好的, 沒什麼 是這樣的 他喜歡了你們這裡的一個服務員 你, 那個叫張小禹的鄉下妹, 你知道嗎 知道… 他現在為了他, 每天都在家裡和我吵架 還打算離家出走 你知道我多辛苦捱帶這個兒子 他…他現在為了護理症 你媽也不要了 美玲, 你冷靜點 不過年輕子的事特別是感情問題 是呀, 我真的幫不了你 你怎麼幫不了? 你是董事長, 是他們的領導 你出聲了, 她怎麼不聽你的 展霞, 前溫演奏樓 找你搬總 美玲, 你聽我說 其實小月這個女孩子 錯時我也不喜歡她 之後來了解過之後 這個女孩子不錯的? 是呀, 她從農村出來 沒有讀過什麼書 但是她的工作能力挺好的 不如這樣吧, 美玲 你跟她再溝通一下 可能會對她有所了解的 六哥, 你這樣說什麼意思? 你就是要我江美玲 接受她鄉下妹妹做媳婦了 不行 我記得當時 她跟文口貼得很黏的時候 你也反對的 你還打算趕她走 你… 現在換去寺院了 你就在這裡假裝大科 我… 美玲, 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用多說了 總之你一定要解僱她 我二十八歲就沒了老公了 原來她是金爭的小禹 可以給她護理精, 搶了我的兒子 那就可以跟她媽媽入手 就這樣做 致遠, 致遠, 有個忙, 想你幫幫我 你是說上次計劃輸的事是嗎? 我幫你找找 我們難道除了保險計劃 就沒有其他事要說嗎? 這樣我會很傷心 不好意思 這樣吧 你有什麼想說的就說吧 如果我可以幫到你, 我一定幫 我知道這個忙, 你一定幫到的 我就是在珠江新城買一層樓 剛剛想裝修 我又爭不了主意 我想…你幫我參合 我可以做參謀嗎? 我做足功課的 我知道白雲居這個亭片設計 我們是由你親自監工的 但我下午三點鐘有個會開 三點? 那我三點之前送你回來就不行了 但我還有很多事要做的, 你知道… 但是, 你就幫我躲小小忙吧, 走吧 致遠, 過來看看 來, 站這間, 怎麼樣? 你搞得怎麼樣? 戶型不錯 地段不錯, 標準的珠江新城CBD區 奶奶, 你真是開啟了 生活在左, 事業在右的美好人生 不過呢, 我自己就覺得這間屋大了一點 大? 怎麼了?工作得很辛苦嗎? 不是, 其實呢, 我辛苦了這麼久 都存了一點錢的 不過我一想到, 每天下班, 回到家裡 一個人面對著這麼大的房子 好像很冷清一樣 說句話不要聽 我一個不小心, 我洗澡滑下了 又或者是我吹頭髮的時候 不小心碰傷 我到時真的叫救命, 也沒有人聽的 你這樣說好像跨了一點 你要這樣抱, 外面有很多人 很羨慕你這種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們知道我外表風光 不過不知道我背地裡有多辛苦 對著客戶也要笑, 對著老闆也要笑 其實呢, 我真的很想和自己愛的人 每天下班回家可以和他一起 在廚房這裡煮飯 然後呢, 吃完飯, 我們可以一起坐在這裡 看一個很大的電視機 你覺不覺得這樣的生活很幸福 你的條件這麼好, 一定會找到一個好男人 其實呢, 很多人追求我的 不過, 感覺這件事不是對著每個人都有的 我覺得, 找一個自己喜歡的人 不是那麼容易 眼角不要那麼高, 一定會找到的 對了, 奶奶 但是, 我覺得你在這邊採光不錯 不如, 在這裡 我幫你設計一個辦公區 在這裡設計辦公區嗎 嗯 好啊, 其實呢, 你當你自己的房子就行了 別開玩笑了 這麼大的房子, 我哪能玩得起 其實, 如果你願意的話 好啊, 不僅僅這間房子可以是你的 就算這間房子的女主人是你的 都行 奶奶, 帶我看一個露台 就這樣吧 今天真的很感謝你, 給了這麼多建議給我 每天呢, 我會專門感謝你 我亂說, 你也當是建議嗎 其實沒時間而已 要不然呢, 我很想帶你看看我其他物業的 你姓錢真的沒有姓錯 買了這麼多房子 房多, 有什麼用啊 每個房子都兇嬌嬌, 得四面牆 其實, 我也很想找一個人 跟我一起見這個溫暖的小屋 那怎麼也好過沒有屋的婚姻 我走了 我在個個個長大的 你不要介意我這麼熱情 我 我們廚物部最近一直在研究 我們試做一道新菜, 請大家過目 服務員上菜 請 小魚啊 八寶鴨是我們白民居的名菜 幾十年了, 會不會舊了一點 董事長, 這個八寶鴨, 與以前那個完全不同 它的新花樣都在鴨肚子裡 你把鮑魚放到裡面來啊 嗯, 我在廚房裡看到很多這種多頭小鮑魚 浪費了也可惜 所以我就把鮑魚放在鴨肚子裡 這樣不僅可以中和它的味道 而且這個鮑魚便宜, 大眾也吃得起 嗯, 這個主意不錯啊 不過不知道口感怎麼樣呢 啊, 董事長, 請您試快 好 口感好爽甜啊 因為我們把原配方種的荷蘭豆 換成了新鮮的蓮子 這種清香呢, 可以中和鮑魚和鴨子的味道 小魚啊, 看不出你有大廚的天分啊 這個菜這麼好, 一定要起一個好的名字 這樣才能匹配的嘛, 你說是不是 這個還沒有取, 請大家一塊取吧 好, 阿伯, 我建議呢 既然是百雲居出品 就叫回百雲百寶鴨 百雲百寶鴨, 也挺好的 好啊, 文老, 一定要把這個採訪 我們百雲居的頭牌裡面進來推薦 小魚, 聽到了, 好嗎 致遠 怎麼樣?還有什麼事? 有空嗎? 我約了一個朋友喝茶 女生 是 你說什麼? 本來你的感情事, 兄弟我真的不想過問 但作為兄弟, 我覺得應該要提醒一下你 想說什麼你就說 我今天在公司門口 看到你和錢多拉進車裡 他送我回來而已 送個古巴戒指給你 不是你想過這樣的 錢多拉是你介紹給我認識的 我真的想問問你 他為什麼經常都煩著我 阿嬌你看到的, 是他主動而已 我可以怎樣? 難道像個女人那樣叫非禮? 你生業有數就行了 不過作為過內人, 我告訴你 有一種女人很麻煩 他如果看得對你 就會像狗皮哥一樣 撕幾個都撕掉 更不會照顧你的感受 錢多拉扎這隻 讓他遠一點 謝謝你提醒 來, 鋪機尼, 來, 坐… 楊老闆, 你好 來, 坐… 好, 謝謝 你真是大方人 謝謝 約幾次才有空 楊老闆, 你這麼說我受不起 說真的, 說到忙, 誰救楊城樓的老闆忙 但不知道, 楊老闆這次叫我來, 有甚麼事 我上次去你辦鞠酒餐的時候, 我已經注意到你了 不是吧, 我記得我好像甚麼都沒做過 有些人, 儘管甚麼都不做, 甚麼都不說 站在那裡, 已經感覺他是一表人才 你給我一直說的那個陳文豪, 謹慈老闆 楊老闆, 這些事不要用來開玩笑 陳文豪是我們白雲居的太子爺 而我呢, 只是一個打工仔 潘經理, 難道你有沒有興趣, 召喚一下環境發展呢 即是有沒有興趣來我們楊城樓 甚麼條件, 你自己開 我以為某人信奉的一條就是 錢是大家賺的, 亦是大家花的 多謝楊老闆這麼看得起我 你想想, 現在白雲居和楊城樓 都在準備美食大賽 兩家之間又是競爭對手 這樣做好像不太好吧 人生在世, 在乎甚麼人怎麼看 甚麼人怎麼說呢 好啊, 這件事, 你不用這麼快答覆我 你回去好好考慮一下 考慮清楚答覆我就可以 好, 我回去考慮一下 甚麼事 志遠, 你幹甚麼 志遠, 你幹甚麼 今晚我在這兒打地鋪 小魚, 我想和你聊聊天 我們這兒開窩談會嘛 要甚麼 小魚 我快三十歲了 大家都仍是一事無成 沒有啊, 你現在都是副總了 怎麼會一事無成 副總 聽起來還可以的 但講白點 為了高級打工仔 沒有股份 也都沒有前途 不會啊 現在老闆都很少 大部分人還不只有給老闆打工嘛 志遠, 你怎麼了 是不是有甚麼想法 楊勝樓的老闆叫我過檔 去他那邊做總經理 條件任我去 不行 但他可以給股份我 那也不行 白雲居和楊成樓是死對頭 你要去你那邊 這不是給白雲居一個下馬威嗎 但他說欣賞過我的能力哦 你在白雲居已經十多年了 他要真欣賞你的能力 他以前幹嘛去了 現在要比賽了 他又說他欣賞你 他根本就是居心不良嘛 至遠, 你沒答應他吧 周梅 我怎麼去同事算了阿新的嗎 我的意見就是不同意 你和文浩不僅是上司和下屬的關係 你們兩個還是最好的兄弟 他對你的工作也那麼支持 你要是去了楊雲峰那邊 那邊老員工會聽你話嗎 我明白了, 你說得對嗎 睡吧 哦, 來了 好 你怎麼樣 沒事了, 沒事了 坐吧 今天不破檔的, 來探望我嗎 當然了, 我們是老朋友 我經常想念你, 跟你聊聊天 想念我? 看我的笑話是嗎 你瘋了, 你幹嘛這麼說話 我今天給你拿了一件事給你 你會帶什麼好東西給我 這個世界上是有冤有頭債又煮的 張小宇把你兒子已經搶走了 你就要跟他吵 女人吵無非就三件事 一喊二吵三雙雕 沒有素質小市民做的事我做不到的 你兒子已經被人搶走了 你還說什麼素質? 雙雕雕就太危險了 不過我有件事可以代替雙雕 什麼? 農藥 明明是喝料, 怎麼是農藥 農藥就農藥 我喝 今天做出好戲 什麼都要聽我的 我就是導演, 知道嗎 我叫你, 吵你就吵 我叫你, 喝就喝 不叫你起床你就一直躺在那裡 知道嗎 我知道了, 總之你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對了, 沒錯 對了, 沒錯 小, 小姐 你是想喝安, 安歇的鐵觀音 還是潮州的鳳凰丹蟲 還差一點道具 什麼道具 你喝了濃藥, 要拖白鋪 對不對 有了, 來…等等… 謝謝, 多少錢 兩元, 等等 拿著… 八姐 八姐 陳老師 不是, 陳導演 你幹什麼 來, 先倒一下 來, 弄開它… 你喝了濃藥, 到時候我就要灌水給你 灌水的時候, 你就把這些奶… 你瘋了你這個臭小子 媽媽多辛苦, 養大你 為了一個這樣的女人 連媽媽都不要了 媽媽, 有話慢慢說, 起來吧 你不要起來 你今天不跟我回家的話 我就躺在這裡, 我就不走了 媽媽, 寶寶 這次來吧, 要花花花樹 你走開, 你 最壞都是你交到我的兒子 如果你會做的話 離我的兒子遠一點 媽媽, 你說道理好不好 不要 我不說你? 好呀, 我今天就不說你了 媽媽, 急不跟我回去 你急不跟我回去 不回 好, 你這個臭小子 不回了, 我死給你看 媽媽, 你喝什麼?媽媽 糟了, 喝濃藥 神經病 你怎麼搞的?媽媽 你怎麼搞的?媽媽 糟了…怎麼辦? 鞠躲車 鞠躲車 叫鞠躲車, 人都沒有了 快點, 找水, 洗衛 找水, 快點… 走 走 死了 通把鞠躲 通把鞠躲 媽… 通把鞠躲 媽… 送醫院…醫院走 等等 來不及了, 豬肉, 關場 來啦, 救命鮮水, 來啦 來…快點救 來… 廁所水 來吧 來… 什麼回事 怎麼要站起來呢? 不是說暈倒嗎? 誰知道呢 可惜呀, 沒戲看了 沒戲看了 來… 媽, 你好老實說 究竟什麼事? 你這個臭小子 你…你…你對我什麼態度? 剛才那群奇妮怪 是不是你? 合起來一起, 你玩我嗎? 媽, 你別再在這裡吵了 行嗎?快點回去 我不回去?要回去, 你和我一起回去 你不回去, 媽 好, 那你留在這裡 無論你說什麼, 我都不會和小玉分手 你這個臭小子 那個女人有什麼好? 我沒有, 你撞邪嗎? 她就是最好的 是你不懂欣賞的 你想留就留吧 你喜歡留在這裡, 我隨便你 老實說, 怎麼辦?我要怎麼做? 喝就喝了 走吧, 蹲在這裡也沒人了 走吧… 至於我跟你說 你如果不和這個女人分手 你就不是我的兒子 走吧… 我說得做得 就算了, 走吧… 走… 喝杯水? 謝謝… 謝謝… 對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我媽媽會這麼過分 我代她替你道歉吧 志遠, 你先回去吧 我們想放她去啊 志遠, 你聽我說 你媽畢竟是很疼你的 我不想因為我, 影響你們的母子感情 我覺得那樣, 特別的罪惡 我們兩個之間的事 我們以後再說可以嗎 志遠 我張小雨 是那麼怕打擊的人嗎 你現在應該安慰脆弱的哪一個 志遠 你不怕你媽 在做啥事嗎 不不 我帶你勾 好 那我…回去看看我媽媽 稍後再過來找你 媽媽 阿智, 你回來了嗎 你媽媽病得很慘, 又吵又吵 你家裡連人影也不見多一個 你快照顧一下她 我…我要回家煮飯 好休息 再見, 不送了 不要送了, 不送客 媽媽 認得回來了嗎 我們家裡沒有張小雨嗎 好了, 媽媽, 別這樣 你和小雨都是我最緊張的人 你不要經常逼我做一些 二選一的選擇行不行 我怎麼敢和張小雨比高低呢 不如這樣, 我搬回來煮飯陪你 真的嗎?真的搬回來嗎? 是 兒子, 你早就應該這樣 今晚想吃什麼? 律子凳雞, 紅絲排骨, 還有清清… 慢著, 媽媽 你剛才不是生病嗎 對 不知為何呢?突然痊癒了 沒事了, 痊癒了 我煮飯給你 奶奶, 什麼事? 痊癒了, 今晚我開了一個很大的派對 不如你過來一起玩吧 今晚? 今晚不行, 我有事了 你會有什麼事 我知道你這次很早就下班了 今晚的派對對我來說很重要 而且韓國界的精英都會來 不如我到時介紹給你認識吧 這樣… 是啊, 今天是我的生日了 過來吧 那好吧, 我知道了 那晚一點見 好, 就這樣, 今晚見 媽媽, 我們出去 兒子, 趕快吃飯了 不了, 約了人 那臭小子, 肯定把手機給他電話 一電話有人拍就沒有了 喂, 奶奶, 你是說在營會廳的 我到了, 為什麼一個人都沒有? 哦, 我們的活動改了在B745房 你上來吧 哦, 我知道了 我來吧 哦, 又說開派對? 我來吧, 應該只有你一個 是啊, 我的朋友 剛好每個人都說沒空 致遠, 幸好你來了 否則看來我都要一個人過生日了 嗯 禮物 我還有點事做 看來, 你真的要一個人過了 致遠, 你都來了 大家一場朋友 難道, 我生日 你陪我喝一杯的面也不給嗎 不要緊去 contractor 來吧 要我自動放棄 情願當做未認識你 離開好過絕地向天強失忌 災難也要飛 演出每重鬼黑鳴 失落時 在意識這叫鶴鼻 唯曲求全我不懂得 愛你